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参拜南海宫里面所奉事的神明 蔡文尼寺在没有党职也没有公职的状况下 他在各个地方就是进行的他仰望的过程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你知道我们知道哈嘎尼或是哈罗尼 他们在这个宫庙的信仰里面 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藉由参拜这个宫庙 事实上我相信可以接触到很多当地的人 在媒体的宣传上也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在这个仰望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这是一定政治的目的跟政治的效果 至于他们在这个拜访这宫庙的 里面的各种活动的状况 我们请听记者 Samuel Lee就是我自己 等一下拍的效果 跟你们报告 我相信你也会无法发生了 对此 这样那点就会变成了 gest于是omen语忍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一起来的有地方党部的总委、郑文燦、黄仁淑前立委、议员、梁议员、副主将议员、徐景仁议员、前议员郭立委、 那我们前立委、陈天父、黄主席、平正的黄主席 那我们还有客社的业师长真的 今天我们大家很高兴一起来、来仁海公 尤其是在过年期间有这个机会来和我们在地的相亲 拜一个年 现在应该是晚年 拜一个晚年 希望大家新年快乐 事事顺心 也身体健康 那同时 我要特别特别谢谢我们的郑海公 尤其是我们的邮董事长 在过去几年 对我们的照顾与支持 尤其是在几次的选举里面 无论是我的选举 还是郑文燦的选举 还是我们议员的选举 或者地委选举 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跟鼓励 所以我们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来谢谢我们的任海公 还有我们的邮董事长 还有我们也要进驻 我们任海公香火领盛 能够继续地来庇佑我们的地方 让台湾的经济更有发展 大家的事业可以更成功 让我们生活可以过得更好 最后因为来到中壤 所以我要用几句客家话给各位拜年 那在新的里面 恭祝太阳新年快乐 施施孙行 身体好天 那这些 谢谢 等一下再让大家照项 等一下再让这个媒体裁导 在哪个县市 其实都非常热 非常受到欢迎 那主席的春联 这春联 现在也拿不到 但是 过年后 晚年 还在这个地方拜晚年 这代表很有诚意 我们给小伊主席 还有我们台湾掌声鼓励一下 好不好 也要先机会谢谢任海公 这是我们地方的信仰中心 感谢任海公有董事长 跟管理人会 给我们地方 这么大的力量 谢谢 快点 快点 谢谢 各位乡亲 各位朋友 各种政治人物 在仰望的过程里面 都需要像在每一个地方的 每一个阶层的 每一个角落的民众来表达 她对这块土地的爱 所以 蔡英文女士 她今天来到了中立的任海公这边 事实上她不是来这个地方 她早上还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在新屋 现在到中立 她还会继续她的行程 在这个行程过程里面 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她到了哪些地方去 然后在某个地方 是做了哪些事情 从这个里面 你把它 各个地方把它联系起来 你就知道 蔡英文小姐 是否在 对台湾这块土地 仍旧怀有一种奋斗的心情 想在2016这个时候 继续来完成她的使命 从这里面观察 相信各位乡亲 各位朋友 你可以得到你要的答案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